好了,我们现在开始这个,如何处理情绪问题,其实大部分人都会被情绪影响的,首先我说一说,这个内容,你们可以拍照片,你可以留下来看, 也可以,因为我这些PowerPoint都在这个电脑里面,如果你买一个U盘在附近可以买的,也可以将这些都放在你的U盘里面的,这个就是告诉你,这个你如果写笔记,主要是写你觉得重要的,因为内容太多了,你不能写的话,你可能就会没有留意到我说的每一点, 你听到每一点是更重要的,好了,我想说这一点,就是很多人都会被情绪影响,每个人都会的, 有些人被情绪影响的程度是非常的大,而且有些人,他们失望很有能力,但他们也很容易发露,你发觉有些人,他们做很多事都很成功,他们传道很有火效,但他们自己好像很容易发露,他们的情绪好像很难处理, 这个有什么影响呢? 其实,如果他不能处理他的情绪的话,与他相处的人就会觉得压力,觉得容易受伤害,虽然他们好像做一些事情做得很好,但没有管理好自己的情绪的时候,这个人也活得不开心, 他也会觉得很多烦恼,很多重担,不开心,你要看时间 就是,如果一个人,首先当然我们建立与神的关系 处理我们里面所有的问题,我们的罪啊,所有的负面的想法,但也需要处理我们的情绪,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你的生命就是,你想一想啊,这个人情绪处理不好,他很多东西都做得好,但处理情绪不好,这样的话,他在家庭中,可能他的家人容易受伤害, 他在适风的时候,也容易伤害别人,所以他的生命的果效,就会有这个一个结构,不能做到神要他做的,如果我们想被神大大使用的话,我们需要学习怎样处理我们的情绪,我会说他每一个人都会被情绪影响,这是程度的问题,我感谢神给我这个教导,以前我不懂得怎样, 这样处理的,所以我经历圣灵的更新之后,我就每一次 祷告,我都经历喜乐,每一次 我现在也是这样的,每一次祷告,喜乐就涌出来 我就说,我要停留在这个喜乐里面 我不要被我的情绪影响 当我这样常常处理 留意到我的情绪的时候 我就留意到一些方法 其实我会讲的 以前我曾经在侍奉的时候被人批评 因为有同工他的要求 他很希望我好像他这样侍奉 他就背后批评我 多次的批评 然后他批评是对谁了 是对我以前的太太 因为我的太太已经离世了 当时他对我的太太很多的批评 我的太太就很受伤害 也很不开心,也发怒 然后他就对我发怒 当时我就受了很大的影响 当时很长的时间 我都被一种很强烈的压制的感受 当时我开始这个习惯 我不停地復求全神 求你帮助我 求你连续我 求你加我力量 安慰我的心 我也当时学习用诗歌 用诗篇的诗歌 帮助自己 很多时候在唱一些诗歌 我觉得很平安 好像这样 我的心平安安静 我当时觉得平安 但后来这个压力还是回来 我被影响的时间很长 后来我讲到这个秘诀 我其实会告诉你 怎样处理 不被人伤害 不会继续被情绪影响 首先我们需要明白 情绪是神创造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对事情和人 对我们所做的自然的心理的反应 就是人对我们说什么 做什么 我们都会有自然的反应的 这个就是神创造我们 所以情绪本身 原本的情绪 原本的情绪是什么意思 原本的情绪就是说 有人骂你 你马上会觉得不开心 这个原本的情绪 这个是我们自然的反应 这个自然的反应 会告诉我们 有事情需要处理 如果我们处理的话 这个情绪就做到 他应该做的 是一个警告 情绪是一个警告 例如你看到老虎 你很怕 你就要跑 这个情绪告诉你 需要处理 这个是自然的反应 是每个人都有的 问题是这样的 很多时候人没有处理 这个起初的情绪 后来的情绪就带来问题 后来的情绪 带来什么问题呢 如果没有处理的话 其实觉得人正不好 我要憎恨人 我不喜欢人 我觉得人是坏透了 我不看中人 我觉得人是很有问题的 这样的话 就有后来产生的情绪 这个情绪 可以破坏我们的生命 有些是 事情过后 有些问题发生了 他们应该处理 但他们没有处理 回家每一天都不停地 想这个情况 他对我不好 他对我不公平 我很受伤害 里面就不停有这种 负面的想法 这个负面的想法 就会产生 继续地负面的伤害 整个生命 就会可以破坏 因为他整天都活在 情绪问题之中 所以 我希望你明白 第一个反应 不是错误 有人骂你 你马上会觉得不开心的 问题是 你不是 他骂完了 骂完是不是 我们就放手了 大部分人都不是这样的 骂完就继续 发怒 继续不开心 这个就继续影响我们 但 有这个 他骂我们的手 我们有这个情绪 马上告诉自己 我需要处理我的情绪 我需要处理与他的关系 然后我们处理之后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有情绪 解决的方法是处理 了解这个情绪的来源 然后怎样找一个处理的方法 你以后 你就可以处理掉情绪 你就不会被他影响 我也会 有些小人 有些事情发生 我都会有影响的 但我马上处理 不要继续被影响 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们的情绪可以分六大类 如果你懂得英文的话 比较容易记得 Glad Sad Mad Afraid Ashamed Hert 比较容易 这个Glad Sad Mad Afraid Ashamed 很容易 每个都有A Add 这个音 第一个是开心 兴奋 舒畅 这是 我们 通常都喜欢这种的情绪的 然后第二 是 忧愁 烦恼 担心 不开心 然后第三 是怒气 发怒 激动 然后第四 是惧怕 第五 是羞耻 或者是内疚 然后第六 是受伤 情绪跟思想 有什么分别了 情绪是我们里面的心里的反应 思想是我们的思想之后的反应 例如 有人骂你 你说 我觉得他 不是一个好人 我觉得他不是一个有爱心的人 这个是感受 感受情绪 或者是思想 我想问你一下 如果有人骂你 你的思想说他不好 这个是思想还是情绪 这是思想 他不好 我觉得他不好 你思想过 然后他说不好 情绪是什么呢 他骂你的时候 你里面觉得不舒服 这个是情绪 思想是我想过之后 我觉得他是有问题的 这个是思想 我们任何事情发生 都有情绪的 有人给你一些食物 你会开心 这个是情绪 你去到外面 这个树林 在那里 很舒服 去到海边 很舒服 这个波浪的声音 很舒服 你里面会有感受 是不是 但很多没有留意他们的感受的 你现在也会有一些感受 有可能你说 明白这些 我里面就觉得舒服 可能你的思想是说 这个教导很好 这个教导很好 是思想还是情绪 思想 好了 你开始明白 但你里面觉得开心 这个就是情绪 或者是心里的感受 很多没有留意到 他们的感受 很多人的家庭 都很多吵架 家人不停地骂他 所以他的里面 很多的不开心 很多的烦恼 他不知道 整天都可能在 不开心的情绪之下 这样的话 就是 他是活在一个困难的情况 但他没有处理好 好了 圣经说 真言十七篇 十七章二十二节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忧伤的灵食不干 这个就是 你的里面 是开心的话 我请你留意 拍照片的时候 只要拍上面 不要拍 我 拍上面 好的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当你开心的时候 当你开心的时候 例如你有些不舒服 你有些疾病 突然有一个好朋友出现 这个声音从哪里来的 突然 突然 有 一个你很喜欢的人出现 这个人你 没有见 一段时间了 突然他出现 你会怎么样 很开心 好像你的痛苦 把象 你的辛苦 把象就忘记了 这个开心 可以令你 马上觉得 舒服的 所以喜乐的心 去良药 其实给我们去良药 也是给别人的良药 开心的人 周围的人 都会觉得开心 然后 忧伤的灵食骨 不干 如果你整天 都不开心的话 你的身体会 不干的 身体会有很多问题的 忧伤 影响人的 很多方面的 他的思想 动力 能力 整个身体的健康 令人与神疏远 如果你整天不开心 你不能与神疏远的 如果刚才 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你本来有些伤害 你祷告的时候 可能你就 整天在这个伤害里面 你很难投入了 也令我们 不能发挥 我们的生命 也令我们 不能与人建立关系 所以 玩意好 我们情绪是非常重要 整天在喜乐的状态 但很多人 觉得这个非常困难 很难很难 其实我会讲 这个 怎样 能够 能够 长时间的 在平安喜乐的状态 好像 好了 然后长期的 负面情绪 会影响 消化 系统 有没有发觉 你不开心 马上没有胃口 马上 不想吃东西的 然后 你不能集中 不能集中 思想 因为你的思想 都被你的情绪影响了 当你烦恼的时候 能够 安静的思想 烦恼的时候 都是 思想 紊乱 是不是 都是充满怒气的 要影响我们的脑部 心状 很多人有心状病 是因为他们 常常都不开心 常常都发怒 影响 舌管 神经 神经系统 皮肤 不开心 他们的皮肤 都 你看到 都好像老人家 那样的 不健康的 抗病的能力 有些人不开心 常常有病的 常常痛 荷尔蒙 不平衡 整个身体 都影响 好了 相对地 如果有正面的情绪的话 我们活得开心 是不是 如果有一天 有人跟你一起 有很好的沟通 很好的分享 他说 怎样欣赏你 你做的事情 对他有什么影响 你整天都开心 这样的话 你 好像 整天都好像 差不多在天堂 一觉 是不是 你就很有动力 你开心的话 做人有动力 也能够享受生命 我告诉你 与神关系好 你能够享受生命 我是常常享受神 我也享受生命 我享受我的太太 我来的时候 都跟她沟通 我也享受教导 我也享受见到你 我是享受 每一样 我经历的事情的 这个是我们 如果常常 保持 欣赏神 欣赏人的话 我们可以常常 都在平安 喜乐的状态 然后 我们也能够享受 人和神的关系 也更容易有 身体的健康 有动力去发挥生命 被神使用 在这里 我想 想一点 你留意 我说话的时候 的声音 我的声音 有不同的表达 也 我的情绪 也在我的声音 表达出来 这个声音 不是平淡的 也不是 有些声音 是 每一天都是 每句话都是 很大声的 我没有一句话 完全是大声 我会大声 有小声 还在天父 感谢天父 这是这个表达 你留意下 你当你 分享 沟通的时候 都会 令人容易 集中听的 这个是 我们需要 操练的 学习 我会讲一讲 怎样可以 有这个声音 但你留意 这个声音的影响 也留意 我的表情 也留意 我的身体的活动 虽然我是做的 但这个 也会 帮助我们的 我们的表达 我们的情绪 好了 为什么很多人 有情绪了 有负面的情绪了 因为他们信了 很多谎言 很多医生人 都信很多谎言 我们应该相信什么呢 相信圣经的话语 但很多人信 很多谎言 不拒不绝了 人骂我 我必定要发露 这个很多相信的 是不是 你可能也相信 他骂我 当然我应该骂他了 我应该发露了 我应该不开心了 这个是谎言 这个对我们 有什么影响呢 周围 你可能有缘 是负面的 你就会说 他负面 当然我就不开心了 但你整天 都是这样的话 你整天都不开心 这个信了 这个这一点 就会这样了 如果我们相信 人做错事 我就要 发露的 责备他 这个也是谎言 不需要 必定要责备的 你可以用 游和的方法 引导他 知道他的错 不和我的心 就要低程度 不开心烦恼 我有路去 就要发泄出来 就要骂人了 人不和解 我就不开心 沉闷 这个是 很多人相信的 你会发觉 可能你相信 那我们应该相信 什么呢 我们应该相信 神的话语 诗篇118篇6节 诗篇118篇6节 有耶和阿帮助我 我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 这句经文 我希望你放在记忆里 就是说 神帮助我 人能把我怎么样 所以我不需要惧怕 这句经文 表达什么 信念 就是相信 虽然有人伤害我 他不能伤害我 因为有神帮助我 我不需要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 这个就是 我相信 神是掌管一切 我的生命在神的手中 当我爱神的时候 神为爱的人预备 眼睛会成看见 耳朵会成听见 人性未曾想到的 所以 我是充满暗点的 我不需要被人影响的 当我们这样相信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 容易被人影响 我们有人影响 我们也马上处理 例如 有人骂我们 无理的骂我们 是我的问题 还是他的问题 如果是无理骂我们 有人不开心就骂人的 你有没有认识这样的人 无缘无故就骂人的 这是他的问题 我是不是要被影响了 我不需要的 但很多人还是被影响 有人骂你 如果你刚刚在外面 有人骂你 你进来肯定是不开心的 你很难马上处理的 当我经历圣灵之后 我看到我的生命的宝贵 因为我为很多人祷告 他们很大的改变 神也给我很多宝贵的教导 我感谢神 很多很徐迹的 对人很有帮助的教导 我真的很感谢神 我就说我要保持这个恩典 我不要被人影响 所以有人 如果有人对我说不好的话 我就反思 我也没有做错 如果我有做错 我认错 如果没有做错 我不需要被他影响 我就告诉自己 是他的问题 他被人伤害 所以他发动 我可以用柔和的方法 对他 与他沟通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我就在里面处理 然后我亲近神有平安 我就能够处理 但我告诉你 这个处理 需要刻意地学习 刻意地处理 才能够处理 其实在现在 可能你也有一些负面的情绪 因为有些人曾经伤害你 有没有人曾经伤害你 有没有困难的情况 其实你现在 可能你的情绪还是负面 如果你在这个状态的时候 你学习也不会 也不会全心地学习 你也会被影响的 所以这个需要我们刻意地处理 其实我告诉你这样处理 首先我们明白 我们很多人都有里面的谎言 我们相信这些谎言 我们也被一些人影响 如果人任性 允许他的情绪失控的话 他常常被人影响的话 他有什么影响呢 他就失去平安力量 就常常烦恼 没有力量 没有做人 做得很烦恼 没有力量 没有目的 没有目标 生命好像是痛苦的 痛苦的人说 耶稣你快快回来 快快回来 我就不需要受苦了 就是很想耶稣回来 去减少我的痛苦 然后第二 情绪失控的人 生命会去混乱 因为被情绪影响 如果人从整天 你想一想 如果整天从早上到晚上 都是不开心的话 它里面是混乱的 是混乱的 都是不开心的 都是烦恼的 里面就没有好的数据 里面都是负面 然后会破坏人籍的关系 是不是 如果人的情绪不好的话 语言相处很容易发露 你没有认识人容易发露 有些人很容易发露 它好像一个定时炸弹 随时水滴都可以爆炸 任何小事情都爆炸 但我们可以处理 这些不好的东西 让我们语言的关系 是常常都是平安喜乐 人与我们相处都觉得很舒服的 我希望你们这几天跟我联络 跟韦老师联络 都是很舒服的 很开心的 不是痛苦的 你以后也能够与人有好的关系 很多有些传道人 他们很有能力 但他们的家庭关系是不好的 为什么呢 他回到家中 对他希望他的老婆好像教养一样 一样 你告诉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你没有做 这个传道人就可能对他的老婆发露 他看他的老婆去他的 教养 你要听我的话 你没有听我的话 我就发露 这样的话 有些传道他们的家庭也是不好的 没有平安喜乐的 这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 管理整个生命的重要性 包括我们的情绪 每一方面 然后第四 情绪不好的话 任性的话 任性什么意思呢 不开心我就发露 不开心我就不想做工 不开心我就沉闷 这个就是任性 很多是任性的 被情绪影响 就是我要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然后第四 会影响与神的关系的 就得不到神的祝福 因为我们常常感激神 喜悦神 以神为乐 神就将你心里所求的 赐给你 以耶和尔为乐 祂就会将我们成家地的高处 然后 所以我的生命 生命 如果失控的话 就破坏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生命也受惠神 好的 我 我现在停一停 因为时间关系 停一停 然后我 让你们细审一下 然后再继续 因为这个电脑 需要停一停的 好的 再继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